各位投资朋友大家 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上涨14点 成交量3971 当然最重要是长荣今天 直接快灌到谍天板的位置 而且报了50万张的大量 那最重要是他说要减资6块钱 那为什么减资6块钱引起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卖压 那大凡这里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啦 16767点 会是此坡的一个低点的位置 为什么要这样说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大盘目前来讲的话 今天涨14点而已 从这边看 这里是不是第二只脚 今天最低点是16804 16804 连这边16764 大概也差一点点而已 那这里来讲的话 16764会不会是这一波的低点 我个人 觉得 机率是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我们从第一个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油价的部分 油价我这边没有办法帮你显示 油价最一波最高点 布兰特从140跌到现在 已经破100了 那整个波当的跌幅 若以收盘价的话 跌到20% 20% 所以说在油价面往上大涨的过程当中 整体来讲的话呢 整个通膨 尤其是停滞是通膨就 没那么大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欧股的部分 以法兰克户指数来看 你看到整个线型来讲的话 有没有感觉在走V型还长的味道 因为这次俄乌战争是发生在 欧洲嘛 那如果发生在欧洲的过程当中 德国股市都已经开始 第一只脚出来了 而且站上了十日线 站上了五日均线 所以这里来讲 至少是在往上推进的 对不对 我们从德国股市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接下来 目前你可以看到出来 在近期这几天 整个最重要的就是港股的部分 港股呢 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那可能是整个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大跌的关系 所以港股最近跌的很凶 但是今天港股涨了1600点 这个真的是大涨 1600点涨了8.94 8.94 你看今天来讲的话 这是不是个V型方向 直接来到一个五日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港股来讲也是真的相对的 又上上了万点了 你看两天下来 一天直接 一天几乎都全部回去 所以这里来讲 当然今天 不知道是什么 另外的一个 利多 那昨天大陆股市也是大跌 今天也是纷纷的 今天涨了3%左右 我们看上海中国指数 所以说 近期干扰台北股市 当然美国股市来讲相对 还在一个低档的位置 还在低档的位置 但是这里来讲有点在打底 所以说全球的股市来讲 你看上次的低点 看到又以道琼来讲 当然NEST的指数 跟 废半指数来讲 有在破一只小低点 但是整体来讲 上一波的低点也没破 那外资呢 你也知道今天外资又卖了 又卖一百六十几亿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外资 今天外资卖了161亿 外资149亿 今天 你看这本月 累计 外资卖超 3276亿 3276亿 很可怕 很可怕 那外资卖了这么多 卖了这么多 那台北股市来讲 我们从看了 从3229亿 我们来看一下现行 外资卖了3000多亿 我们台北股市的现行在哪边 我们从3月1号开始算好了 不要从这里 从这里三月 从这里 刚好就这杯高点 就这里 就这里 你看卖了3200多亿 如果把这个再加上去的话 在这个加上去 他外资今年 到这一段来 卖了4500亿左右 卖了4500亿左右 那你说从3月份来讲的话 从 高点的位置是18026 卖了3200亿的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跌了1000点 1100点 那这个跌幅到底重不重 特众老 请问一个问题 我们从17000算 18000 18000跌1000点的话 大概是6%左右 6%左右 你抓6%比较好算 6848 108跌 跌6% 卖了3200亿大盘跌6% 你觉得 这样的跌幅是不是抗跌呢 是不是抗跌 我个人觉得是抗跌 当然我也跟各位报告过 这一次的外资他在卖是台湾 自己 本身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还是 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问题 如果是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问题来讲的话 其实外资这里卖一定是卖错的 因为从目前整个迹象看的话 俄乌战士对国际激动的影响 会慢慢在 衰退 除非打核弹 不然你说美国该制裁都制裁了 俄罗斯经济要衰退30年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以目前来讲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有遇到了一些 真的 乌克兰地方也大了 你也没办法 所以说 这个军队全部要开进去要真的占领马区 普丁他自己也在算 也在算 那美国也在威胁中国 不能帮助俄罗斯 不然要帮他制裁 所以中国来讲也不敢凌漠张胆的 对俄罗斯太多的声援 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好像 孤掌难� 就是靠他自己跟乌克兰 全球来讲都好像在跟他为敌一样 他的好朋友也被美国吓得也不太敢吭声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普丁现在目前要的是一个台阶下而已 然后保住了他们 整个 在俄罗斯在整个东欧 这边的利益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以目前整个全球的目前的整个状态 来看的话,再从原油,再从欧洲股市,再从港股来看的话,台北股市16764,我觉得会是这一波下跌的低点位置,这是整个理解长,就大盘我个人的看法,就大盘我个人的看法,你看外资,你看这个前十大卖超过程当中,你看今年1234,今年就占了四次,几率很高,对不对? 所以外资这一波的卖超是真正要把钱抽离台湾,感觉以目前看的话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真的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台北股市来讲,到底能够把外资卖出来的资金到底能够收多少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实际全台湾的基金当然都蛮大的,资金真的都蛮大的,但是能不能外资如果说真的,从过去, 像1997年的金融风暴,就是外资从亚洲国家全部大撤离,造成了全球的金融风暴,原因就在这里,那韩国那时候非常惨,最惨的就是韩国, 那我们台湾那时候还挺的过去,当然也不太好,但是没有像韩国那么惨,最近一些连续剧都在演1997年那时候的一个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差, 那外资来讲,毕竟在一个台湾,他在持股来讲,对台北股市的持股也高到43%左右,所以说这里来讲,他如果真的,不管基本面好不好,他就一直在做一个卖超的动作来讲的话,对加权指数还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观察外资的态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反正就是每天卖,每天卖,这段期间我记得,你看这段期间, 真的是每天卖,从这里看,就小买两次,一个63亿,一个49亿,记得,啊卖了都卖了800多亿,这个是500多亿,有没有,所以他真的都在卖超,那投信很明显的,这是政府的钱啊,不然你说大盘跌,还有投资人一直钱给投信买股票吗,不可能啦,那一定是政府基金,透过某些管道给他的嘛,某些管道给他的嘛,也许买ETF嘛, 那买ETF他当然就要买啦,买一些各种的一个全资股嘛,就是台湾的一些,因为政府基金有钱,他直接就申购ETF了,就直接钱就进去了,那投信就买啦,所以你看他为什么,都是买一些大型的全资股的原因也在这里嘛,因为我就买ETF嘛,我就买ETF,所以这里来讲,投信的买超来讲的话,等于说是政府的钱,再给他做一个支撑, 他远的商呢,大概目前如果说以过去的例子,投信我看这边也是卖啦,所以今天来,今年来讲,法人的动作讲之话,还真的是蛮诡异的,还真的是蛮诡异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年来讲的话,整个外资来讲,十大提管机,第一个不用看啦,就是台积电,50万张啊,今年卖台积电卖了53万张, 把台积电卖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不管基本面好不好,反正他就是跌,就一句话就是跌,但是跌到这里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看今天外资,你看还是开高,走低嘛,收558,有没有,还是压下来的,今天看说外资绝对还是站在卖方,还是绝对卖方,那今天来讲,除息2.75元,虽然开盘就蛮有天息啦,但是未来每次都这样子啦,台积电每次把这样子,有没有, 又帅下来了,我又帅下来了,那尾盘拉一点上去啦,尾盘拉一点上去,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跟昨天比来讲,当然2.75元有天息啦,有天息,还算不错,还算不错,不过就台积电来讲的话呢,整个线行,我昨天也跟报告过了,这550块这附近来讲,这个非常重要的长线的景线的位置,那就基本面来讲的话,是不应该破这里的,你从这里比较跟这里比较的位置点来讲,是不应该破这个景线的位置的, 好,是不应该破这个景线的位置,好,所以这里来讲,大家观察,观察,好,那你想买的不用急,好,不用急,等整个均线,至少站上5只,至少10只均线是最好的啦,因为这一波的惯性就是沿着10只均线再往下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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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10只均线再往下跑,那连电的部分来讲的话呢,也不用看 连电大概,第二名就连电嘛,连电卖了39万张,他就用金额算的,连电卖了39万张,那就39万张的话,你看他这卖的话,你看外资卖了2970亿,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台积电,那连电卖了206亿,连有卖了135亿,连有,所以连有这里来讲也是给他卖,卖,怎么讲,就是 卖到趴下去了,他真的是卖到趴下去了,他也不管你现在来讲,基本面怎么样,你看3034的连有,好,你看 上去还是一直卖嘛,但是也没有卖破啊,你看他最多卖的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看一下,日月光,日月光也是一样啦,日月光也是被他卖,也是被他卖到趴掉了,这是一样的意思 你看371的日月光,一样啦,不过这里还讲,那护邦金2881的护邦金 反正他外资卖的都不是,都感觉都不会很差,都不会很好,连莲花课都中了,莲花课你看,莲花课都中了,有没有,莲花课都中了,都中了 瑞玉的2379,你看也是,你看沿路这样子,你看从这里,沿路往下杀 这个开了瓦说,赚了30块,今年也是看好,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所以你看了,才这一波来讲的话,他的卖的这些个股来讲,其实你整体看不是基本面不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外资呢,这一次在卖台北股市的过程当中,最重要是他持股相对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所以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减码,在减码,那当然基本面你说今年,我们台湾人自己离不开国外,除非说你可以钱卖一卖,跟外资一样,会到国外去嘛,如果真的打仗的话啦,不然你还是在这个岛上生活啊 所以说这里来讲,当然外资,从目前他在卖的过程当中,这些最主要的卖超股,他会不会停止? 是这些股价能不能止稳向上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甚至于回来重新买进,但是如果说以他的心态来讲的话,他这一次卖的资金要重新再回来,除非是美国大涨,但是我认为有回来的也是认为,也是一些而已啦,不会卖出去的钱,全部有回来,有些钱真的出去,我想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今年来讲呢,其实操作上,但基本面来讲还是要注意,没有基本面股票根本涨不上去啦,你说存找之后上去也是马上下来,但是呢,这些比较重要的全职股来讲的话,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外资的整个目前的心态在哪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十大的外资的提管机啊,你接下来外资不要再卖的过程, 如果说他还在继续卖的话呢,那真的讲的话,股价你也没办法,你看 叫技嘉,技嘉去年赚20块,投资朋友,技嘉去年赚21块 你看他杀到130,120几块而已 那你说你怎么去评估他的本益比 那今年公司也讲说,再差也有到20块啊 那你说杀到现在本益比升6倍 对不对,那投信呢,没有办法,投信这边一定又是技术面的停损了啦 所以说你股价来讲的话,变成说 在这种比较大型全职股的操作来讲,你就是要 外资的态度就特别的留意 像今天2603,我想今天应该外资,第一个启动卖应该是外资啊,我猜啦 我猜啦,因为这个简直的视线到底要怎么去看 那我们先看一下,来 货贵三雄,2001点的获利及股利政策全部都出来了 那长荣、阳明、望海,阳明昨天跟各位报告了 20块的现金,所以今天你看 今天你看我们看今天的整个股票 2609,那相对就跌很少嘛,你看他现行来讲还在实施线之上 对不对,至少他相对来讲的话,他是相对抗跌啦 他是相对抗跌,所以我说现在最便宜的个股就是阳明嘛 所以阳明今天来讲,他就没有被长荣大跌的影响往下杀嘛 因为他毕竟实实在在的配你20块钱啊 真的配你20块,今年如果再赚到65块到70块的话 那你股价这里是不是相对便宜很多 那你说接下来他都配你20块了,那我请问阳明 你要怎么去比较他跟输长荣的地方呢 就没有了嘛,就股利来讲的话 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怕光谷啦,要填补亏损啦 所以说我说阳明今天来讲,他算是抗跌 他今天是被长荣带衰的啦 不然他今天都在这个平盘上面 最高还到137块钱 最高还到137块钱 那后面直接被阳明 被长荣拉下来嘛 所以我说后盔三种的操作 就技术明来讲,真的很难 那旺海来讲的话呢 今天你看只要配了10.5块的现金鼓励 10.5块的现金鼓励 他当然应该是现金鼓励 我记得是10块钱要配1.5元的股票鼓励啦 1.5元的股票鼓励 10块的现金1.5元的股票鼓励啦 所以说就他的整个来讲的话 就吸引力就没那么好嘛 所以说你看到旺海的股价来讲的话 他本身股价就比长荣阳明高嘛 现金就相对比较高 你看今天直接就达到了连线这个位置 有没有 他直接就达到连线这个位置 又是这个连线这个位置 那这边是不是买点 觉得就不用了啦 因为长荣跟阳明来讲的话 长荣阳明来讲当然他的 目前看的话 他的殖利率也好 本益比也相对低嘛 那公司都配20块的也没有这个 因为减资的疑虑了嘛 不是因为那个 过去来讲亏损的这些疑虑也没有了嘛 那我们最主要今天讲长荣 长荣最重要是减资6块钱 这个6块钱造成了他今天的整个股价的大跌 今天股价的大跌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茶荣他的配息政策在这边 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第一个来讲现金整支 现金减6成 每股退还6块钱 然后呢 减资是考量为去年营收 货率均创新高 然后累积盈余已经高达2593亿 货债比降到41.52% 整体财务结构强健 现金流量充沛 那预计第三季完成减资重做 第三季 那每股会配发18块钱的现金股利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 将把1269亿的现金花给股东 那这个 这是史上首长EPS超过百元的航运股 减资后股本为211亿 变成三家最小的 以去年获利2390亿 EPS将高达112.96 好那减资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想很多投资人都不太晓得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一张 这是减资的影响 这是计算 这张表里面可以 反正可以自己用手机照相留起来 你就比较清楚 其实减资前后来讲的话 整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 跟除权息一样 你的股价的市值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一个最终的观念 不管除权除息 为什么除息以后 为什么股价比如说除息三块 股价会隔天来讲 收盘价先除 那个基准是要先减三块 因为你三块钱来讲的话 你三块钱是从你的股东权益 从你的现金里面出去的 所以你的股东权益少了三块钱来讲的话 你的股价就应该要少三块钱 对不对 这是原则上就这样子 那如果是股票鼓励来讲的话 因为你股票增加 你股票增加你市值不变 所以你股价就要除权 那减资也是一样 你既然要减资的过程当中 我不能因为减资而造成了 我的市值的下退的下滑 就以基准日的基准日来讲 所以说在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在减资的过程当中的 计算的公司 我们来假设目前股价158块 你有100股 你有1000股 公司宣布减资60% 所以呢每股退完24块的现金 那对你的影响会是怎么样 好我们看一下 减资参考家的计算公司 股价你要先减掉退完的现金 这个就是除息嘛 好那除以什么 一减减资的比率 这次减资比率是0.6嘛 60%所以0.6嘛 所以减资60等于市值40% 所以呢你的整个价格 从158减24除以 40%是变成335元 但是呢你的股票变几股了 你变400股而已哦 你本来是1000股的变400股 所以你变成零股了哦 你本来是一张的哦 所以说这一次 为什么会引爆卖压的原因就是 有些可能 当然市场上见证的杀 到底谁是主导者 我们盘后才能知道 如果你叫两张 两张乘以0.4你称800股而已 你变成零股股东耶 你就变成零股而已耶 那如果你有三张 三张乘以4 乘以0.4 你就变成1200股而已 变成一张将于200股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 引爆整个往下跌的原因 因为他不喜欢零股 我本来变成两张的 叫我变成800股 我心里蛮不爽的 我先砍再说 结果有人开始引动这个讯息 有人引动这个想法 就绕成今天的股价里一个大跌 绕成一个指教大跌 那我们来看哦 以目前看的话呢 以这里减值前后的市值 我说最后市值要不变嘛 减值前的市值 你的市值是什么 158,000嘛 对不对 你158块乘以1000股 是158,000 减值后的市值是 退完现金 他给你24乘以1000股 他给你24,000 那你的市值是335乘以400股 是134,000 所以1加2来看哦 是158,000啊 所以你看哦 没有减值之前 没有除以 没有配你现金之前 你158块的 那减值完后 虽然你剩400股 股价变330 那再退你24块 但是呢 这个还是一样 158,000块 那这18块加6块的过程当中 18块 你要会 如果超过一定的金额 健保费 健保什么补助费 你要被扣 另外6块钱就不用 因为那是减值的 所以说你看哦 根据以上的计算 对你影响 你将拿到 24,000块钱的 24,000的现金 股数减少为400股 减之后的第一天的平凡参考价为 380元 380元 那持股前后市值是不变的 不变的 是不变的 所以说呢 其实都是15.8 这个应该不是380元 是335了 这写错了 335了 335 这个是写错了 所以说 其实减值 除全除息 原则上呢 其实股价 会不会再往上涨 其实都是看它未来 只是因为长荣呢 你现在来讲呢 一减了60%以后 那直接股价可能跳到三四百块 未来你要买长荣的整个人 就是一般的散户 也许你以前 我一张可以买到十几万的 我愿意可以买得起的 我变三百多块的 我等于参与人会减少 参与的人数会减少 那参与人数减少 你变成两百多亿来讲的话 你可能买方的力量就没那么强 但是大股东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动作 其实才最重要的一点 来我们先讲 要讲这个之前 我们先看这个 今天法人 他对长荣的看法在哪边 这是阳明 我们先看长荣 在这里 我们先看今天长荣基本面 长荣公告 第四季财报营收1560亿 QOQ 8.7% 毛利率65.1 负的3.9 这负的 毛利率呈现 既衰退主因是4Q 去年任务 年度一次性的支出 毛利率低于研究部的预期 最后净利807亿 有没有 所以第四季来讲 相对比较平淡 所以去年来讲的话 整体 45.18 长荣未来 他也是维持长荣买进的建议 你看哦 一 2021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这本来就知道了 Q22 2022 第二季开始 运价会从几涨势 第三个 美西 码头工人工卫合约谈判 将此海运运输链 持续混乱 货柜运价张持续高涨 2022年欧洲线及美洲线 长荣价价格翻倍调涨 这个都是经过了他们的总经理认证的 总经理他们总经理也是大概这样讲 然后2025年 2022年工需结构健康 2023年 环保法规上路 抑制有效运力的供给 这都是他们的谢惠权 谢总讲的 清清楚 公事派自己讲的 所以他说他睡 他睡觉的也会笑啊 他现在长荣来讲根本就躺着赚钱啊 而且接下来他把长荣国际的所有业务都要纳入长荣里面 所以变成说他接下来这些 所谓的运览这些收入来讲 这些佣金来讲还会再增加 还会再增加 过去放在长荣国际的这些 这些赚的钱全部都寄注回来到长荣集团 长荣这家公司 所以说你看哦 未估2022年税后 一片是73.5元 73.5元 我之前跟你讲有人估到68跟70 你看73.5元都有人估出来了 那如果73.5元 那投资票你去想 73.5元我减值以后 你这40几块都到112了 对不对 你除以0.4嘛 那你73除以0.4就变成多少 你的EPS变成多少 你变成快16170了 那你16170你股价到底要怎么看他 好那我说 公司到底在布一个怎样的一个长线的格局 第一个你现在假设你要操作这些货柜的 你短线上的波动真的是很难去抓 很难去抓 你要买就经常低接 我也不敢跟你讲到底什么是低 以长红今天来讲 你说70块的价值 你怎么去看他70块的价值 旺海 算了旺海的整个基本面来讲也没有长红亚明好 那以长红来讲的话 以今天这一根来讲 它实现都破了 这一根大量大长黑当然就技术面来讲是很糟的一件事情 就非常糟的一件事情 讲实在话 那这里来讲是整理完还是王家在杀 我真的也不晓得 因为讲实话市场的这种这么大量的波动 你真的没办法去抓 所以说你要做这种货柜山丘你真的要真的赚钱 你要有点比较波段的观念 你要比较波段的观念 你看从这一波来讲 你有做对的话 你从这里85块涨到这一波涨得快一倍 那你说老师 你这里来讲的话 你还会再破这个点吗 当然不可能再破这个点 这一次在建高点的时候 在149这边的时候 建打到111 你看111又涨到171 你看波动很大 那你这一次再建这个高点再下来 你说在111在这边吗 不可能 真的我觉得机会不大 一定会在另外一个低点 但这个低点会不会在半年线这个位置 120几这边 这边来讲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但是也有可能这边就直接上去了 也许今天是一个互杀也不知道 就多杀都一直践踏下去 那如果今年70块 请问同学去年45 今年73块 那成长几倍 所以你觉得长荣来讲的话 会在这里太久吗 所以是因为减资而杀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你要不要上行基本 老师基本没有都骗人 对不对 至少长荣经过出来真的45块 但那个买点的问题 就是涨到什么时候 以技术面来讲149又破了 这149是之前这两个的颈线的位置 然后甚至到160 170又破到149 当然就技术面来讲 当然是不好 当然是不好 所以你要买也不用太急 就看了 但是你有的 不管你有赚钱的 你有套牢的 你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看待他配你24块 但是这24块 其实股价的所谓的市值完全不变的 这个原则赏是一个心情 最重要是今年你相不相见长荣 还会再赚73块 那公司会减资呢 其实当然最是节税啦 因为我本来要配24块的嘛 那我很简单嘛 我用减资的方式嘛 我6块钱我不用扣税吧 而且我减资我现在现金那么多 我把我的股本往下降 我EPS是不是往上提了 其实我的营收其实没什么改变啊 对不对 我虽然减资了 我只是把我现金拿出去 分给花卫股同意 那这些钱是我帐上的闲钱啊 这6亿来 我减资这块钱300多亿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现金已经2000多亿 在我的帐上了 那我把钱拿给股东 而我的股本瞬间减少60% 那我接下来我只要同样赚同样的钱 我EPS是不是往上提高 就跟之前2327的国巨 你又记得吗 国巨 国巨在前几年涨 不是这个 我们看周线好了啦 哇这个 看这里 月线好了 你看这一波国巨 它就是减资完以后 整个基本面大好 你看涨到1300 我觉得他们大股东 图了就这个大梦啊 就是图这个大梦啊 因为我毕竟来讲的话 你看以2615 你看为什么股价比它高 因为它244亿啊 对不对 我500多亿 我的筹码就比别人乱了 那我变成211 我比你旺海还小 我赚钱要赚到一两百块 你觉得股价会不会喷 所以今天的沙 如果说你没有的 假设你真的没有唐长龙的 你真的是可以考虑买 好 真的是可以考虑买 明年 跟今年来讲都能够往上的话 这两年加上它一个减资的过程当中 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陈强庸知道 一定是台北股市的明星 不管再更跌了 一定是台北股市的明星了 所以这里长龙来讲 我觉得公司派是布一个长线的大局 你用一个波段的持有去持有它 你不要去着重一短线 就慢慢买 你越跌越高兴嘛 我讲难听一点 越跌你就越买 越跌就越买 然后参与减资 参与减资 我跟你讲你这一波 如果说真的公司派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靠这两长龙 就要翻身就靠它了 真的就靠它了 所以说这里来讲 不要因为今天的开高走低 也许是在洗盘 你会对它没有信心 我这绝对是不对的 你如果没有持有的投资 你反而要很高兴 要去找它的买点 用一个比较中线投资的思维来看 找它的买点 好 我们今天有上传了这里 不对 你今天买环球金 好 那个我们今天来讲 礼拜三 我们都有一个赢家大亨 我在路 我今天就是路航运股 路航运股 那对航运股的 当然那是礼拜一路的 礼拜一路 今天跌下来 刚好又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好的买点 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在每周三晚上的五点半首播 那搜寻YouTube Smart金融库 那欢迎对我们的赢家大亨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好 那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对另外来讲 因为我明天 有一些失事 所以明天的录影可能会暂停一天 暂停一天 明天确定会暂停一天 那后天能够录我就能来录 不过就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两天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 先各位投资朋友报告一下 所以说明天来讲的话 录影可能会先 录影明天一定是暂停的 那后天就要看状况怎么样 好 那另外如果说你想 加入会员会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任意点选 不要离处 回到我们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股市龙传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电话号码还有持股明细 写清楚又想入会的三个方案让你选择 那 写完资料按提交 胡志愿马上跟你做联络 那另外你可以用影片右下方 这个Q1后的部分 撒描进去 进入我们来的族景做互动也可以 欢迎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为投资朋友做分析 对台湾股市做分析 那先跟各位说 抱歉 明天的录影可能暂停一天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 到那前 谢谢各位